原标题 一次在定时搜9000吨级战舰,总数比056还多,与中国笔下脚子速度美国海军一直保持着世界第一大舰队的规模。 可惜美军认为自己的优势依然不够,如今更提出在2030年以前,打造一个355艘舰队的计划,这将让美国保持更高的海上优势。 在2018年9月,美军提出了一个新的造舰计划,依次在定时搜伯克吉区逐舰,为此将花费至少90亿美元。 这也算,将寒数年的增购计划得以实现了。 伯克吉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,伯克吉为一款9000吨级战舰,自上世纪80年代,至今已经服役了超过50艘,尚处于批量建造中。 如果再加上本次追加订购,那么未来的总数可能达到80艘,比056还多,甚至在总数量上把056甩开,这是打算与中国比下饺子速度的节奏。 伯克吉美国不是继续建造旧型号,而是新款的伯克三型,甚至在此基础之上,进行进一步的性能提升。 但是这不是问题的关键,美军突然决定,追加建造那么多伯克吉战舰想干什么? 许多人把它描述成美军强大的表现,其实为美国的一种无奈的表现。 伯克吉不管怎么说,伯克吉都是一款上世纪80年代的设计,已经不符合现代的潮流,美军急需新一代产品。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说,至少在未来十年左右,美军不会获得伯克吉的替代战舰了,只能继续建造新的伯克吉了,有点凉落后余人了。 伯克吉原本打算建造DDG的先行,结果叠错了科技术,而是时间被浪费了。 如今,美军不得不重启新一代战舰的研发工作,但是遇上的困难不少。 其中之一,成本上升问题,大约五年前,美军订购上一批伯克吉,一共九搜,花费了60亿美元,如今失搜,变成超90亿,即涨价一半,即便如此,这个价,依然是便宜的。 伯克吉目前美军为代替深海战斗舰也发的新一代护卫舰报价,已超过九亿美元,不比新订购的伯克吉便宜什么。 如果研发伯克吉的替代型号,那么成本可能就不是单仅九亿美元的问题,可能为二十一,甚至三十一的问题了。 伯克吉即便仅几亿艘军舰差上几亿美元,那么要达到355艘规模的造电费用,就会上升一大截。 这绝对是美国目前的军费水平无法承受的,已经屡创新高了,再继续追加难度太大,事实上,美军为了军费已经头痛死了。 伯克吉美军在无奈之下,只能多建造一点伯克吉,毕竟比新建还能便宜一点,也可以为新建的研发争取一点时间了,否则建造新建的后果,就是成本更高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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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